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国与国之间的抢人大战 如今当初争议事件的主角已经当大人了 面对好久不见的故乡 面对好久不见的亲人 儿时的记忆到底还是不是很清晰呢 就让我们现在介绍来宾 要告诉大家要挑战下去 就是当初轰动社会 一个融合本土家庭剧 再加上外国影集的这种经典伦理大戏 我们先介绍来宾来挑战下去 首先是真的媒体人王瑞德 雄伟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胡绍成 大家好 国际形势专家赖月谦 大家好 艺术史学者邱剑一 大家好 还有媒体共和者康仁俊 雄伟好 大家好 故事的主角就是台湾跟巴西的混血儿 无一化 当初掀起的两国之间的一个抢人大战 只看到了 电视上就只看到一个年幼的小孩 没有办法自己决定自己成长环境 流出了无数的眼泪跟无奈 如今他现在已经长大了 他想要回家来看看 有传出这样的新闻 那这是会引起什么样的风波呢 我们先看新闻 警方早报起无一化 准备强制执行 和不愿放手的家人爆发冲突 当18岁的无一化 哭着说要留在台湾 你不要来 你怎么不准备 你不要啦 台八抢人大战落幕九年 当时身材圆润 活泼可爱的无一化 现在已经长成帅气阴挺的大男孩 而且今年年底可能回台探亲 但是无一化 切定老家的亲友并不知情 三岁半萨姆被带回切定的无一化 在父亲过世后被托付给叔叔抚养 没有想到握有监护权的巴西外婆 却跨海来台抢人 官司缠送两年 无一化2004年还是被迫离开台湾 因为外婆无力照顾 无一化已经有一对德国夫妻收养 今年18岁的他 渴望叶旦节过后回到台湾 来看看曾经熟悉的家人 好 当初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 真的是蛮轰动的 但是现在呢 为什么无一化这个名字呢 又被提起来呢 又会引起什么风波呢 先问孝诚哥 对 九年多前的时候 台八混血额的这个监护权大战 这里面的一个主角 就无一化 他要回来探亲了 我要强调不是要回来了 是回来探亲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已经18岁了 这样 然后再者的话 在整个人事进行过之后 你会看到一个情况 因为他原来是 当时九年多前的时候 他从他的一个 就是从巴西来到台湾的一个 就是祖母 外祖母 罗莎 他把他也带回去了 对 带回去了之后 但是他罗莎有没有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之后 就把他有没有 就交给一对德籍的一个夫妇 波克夫妇有没有 交给他们来抚养 那如今他已经18岁了 然后呢 再加上有没有 他曾经有透露出来 他想要想回台湾来看看 他的省身 所以呢 在当 在那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就跟我们天主教的一个 博案基金会 这一个那个 联络 联络完之后呢 就安排他要来这个台湾 做一个探亲之旅 其实探亲也OK啊 很多网友有没有 提出了很大的质疑 质疑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整个的一个 回来的探亲之旅的一个计划 有没有 要花费到150万台币这么高 三个人回来探亲 要这么多钱啊 这个是到目前为止 引发另外一个 因为前面的VCR 已经对 把他背景有做一个交代 所以我们不再讲 他过去的那种状态 现在在讲的情况 就在于这边 就是说 因为他听说 现在我们想到 这个整个探亲计划 不是只有这三个人 要来自己看 来这里说带吴宇华回到老家 吴宇华18岁 要不能自己回来吗 这里面还包括什么东西 还包括说什么 吴宇华来到东部去看一看 感觉好像在旅游 顺便来玩一下 而且还听说 帮当地巴西的一个学校 要招募整个 电脑的购买基金 还要做善事 对 这个情况的话 就变得有点怪异 为什么 就是说我刚刚要 特别强调网友们说 这不是我们说的 从巴西 要来到台湾的 来回机票 三个人大概多少钱 然后呢 你如果要在那边待 在台湾待15 15到20天左右的话 大概你可能要的一个 时速费大概有多少钱 怎么算都算不到150万 更奇怪的地方在哪里就是 到目前为止 吴家也并不知道这个事情 如果说 现在知道了 现在透过媒体 因为毕竟那个时候 无一话 现在长得你看 还是个小帅哥了 真的是 所以事情就变得比较大 这样他们就知道 当然我相信他们 一定很想看看 这他们的自己的侄子 外申的这样之类的 对 不过我还是真的要 必须要说句实话 因为毕竟怎么样 就是说 他还是有吴家这方面的 一个血缘关系 那你基金会如果要做 这样的规划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 我本身 我跟你说 我是蛮支持的 就是你让孩子 有没有 回来再看看他的家里 尤其他也表明说 要看他的婶婶 但一个重要问题在于 就是说 你为什么不跟吴家 先联络一下 这个我也是觉得 蛮奇怪的地方 而且吴家也表达 他的一个就是 很惊讶的状况 就是说 我们家的孩子 虽然他后来最后的时候 是不愉快的状况 然后被带到巴西去 如今他要回来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跟我们讲 我想这是台湾的人情义理 好 所以最后在当初的时候 法院是把监护权 判给了 本来就应该拥有 他监护权的 在巴西的外婆 那果不其然 外婆因为年纪大了 所以只好交给别人来收养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 好像没有什么是非对错 那最后应该就是说 这可能算是吴一华他的命 但是如果讲到当初 惊心动魄的一个抢人场面 包括刚刚这个荧幕上所看到的 真的是还蛮让人家吃惊的 一个小孩子这么大的魅力 对没有错 在吴一华三岁的时候 妈妈玛丽莎就去世了 当时经过法定的程序 请听清楚 经过法院法定的程序 把吴一华的救护权 给了外婆 也就是吴登树的岳母罗莎 那么给了以后呢 再经过了三年 在吴一华六岁的时候 爸爸这个回到了这个巴西 把吴一华带回到台湾来 那这时候已经六岁了嘛 要读书 必须要读书嘛 要读幼稚园 读国小 这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了 包括户籍 然后包括国籍 包括很多的问题 所以求救于当时的 一些立法委员名代协助就对了 那吴一华从读幼稚园 这个开始呢 就在协助的过程中 不幸的爸爸也去世 也往生了 那这时候我们都知道 就由他的叔叔 这个吴叔叔呢 就来一家人呢 就把这个吴一华呢 抚养 那开始呢 就读国小 那时候吴一华呢 为了两方 双方的这个肩负权的问题啊 他还用 那个注音符号 popomofo 写了两封信 给谁呢 一封是给当时的阿扁 陈水扁总统 然后一封是给外婆 罗莎 干什么呢 一方面跟总统 求助 他想留在台湾 另外一方面跟外婆 也跟外婆啊 等于说动自疫情 用popomomofo小朋友嘛 很天真无解的说 外婆我想留在台湾 你能不能成全我 可是外婆呢 后来呢 还是在台湾兴送 那2002年开始呢 就这个官司呢 后来啊 定验 后来这个定验 一直判刑刑刑 一直两边双方的攻防 攻防攻防 一直都是外婆罗莎 赢的缘故是因为 我刚刚说过了 他们在巴西 有经过一个合法的 肩负权的 等于说认定 所以呢 在法律上面 就是外婆 外婆就等于说 拿到她的肩负权了嘛 所以呢 到后来 那再加上台湾的法院呢 认为说 可能那无一化 由外婆来抚养 可能会更好 就小孩子 她自己本身 以后的发展来讲 所以判给了 等于说外婆就对了 然后罗莎 2004年的时候 那一天的晚上 那么包括法院 警察 大家要执行这个任务嘛 就抢人大赛 那小孩子是最无辜的 他不懂啊 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无一化呢 当时也跟台湾的这些 同学小朋友 相处得非常好 然后就 我不要走啊 我不要走啊 哭哭闹闹的 那时看了这个画面 觉得很心酸 心都快碎了 觉得说 小朋友何辜啊 用这种抢人的方式 对不对 后来是 等于说长辈出来 等于说 双方 我们不要用这种激烈的手法 半哄半骗 把他骗给这个外婆 等于带回到巴西去 这个就是当时啊 所谓啊 大家热烈讨论的无一化事件 到底在情理法上面 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说 那在台湾会认为说 复系社会 他 我的兄弟的孩子 当然我当做叔叔 应该给他抚养就对了 可是有时候呢 加世法庭他的判决呢 可能会跟我们的想象中 是不一样 他会以孩子 他最终认为说 是不是这样会比较好 那当然 后来还是有不同的一间啊 为什么 九年过去了 那外婆不知你本身 也没有办法抚养他 对不对 最后还是给德国的夫妻 给他收养 对不对 当然这个德国夫妻 我听说是非常好的一对夫妻 自己有三个小孩 然后还另外收养了五个小孩 听说无一化是最年轻的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与其如此 当时放在台湾 由叔叔来养 叔叔一家人来养 那么对无一化来讲 何尝不是一个 等于说崭新人生的开始 对 小朋友在成长的时候 个个都是心肝宝贝 但是我们要讲 人长大了成年之后呢 整个世界就完全不一样 世界看待你的角度 也都不一样了 特别是对美国人来说 遇到了所谓 非我族类的事情 说真的 管你是几岁 照样都把你给灭了 这边要讲的 要怎么灭呢 用他们最好用的工具 就是无人机 现在在这个周末 上个周末的时候 美国的无人机的攻击 事件又引爆了一个争议 而且真的是太好用 就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 一模一样的好用 电影的鹰演的片段 我们一起来看看 到底美国人的无人机 都怎么用的 电影里面的电影里面 好 美國的無人機就像電影演的一樣 又出來轟人了 而且又真的轟死人了 這一次轟到的還算是老虎級的 這次轟到的是塔利本這種恐怖分子裡面的首腦 算是領導階級的人物 沒錯 這個月的1號 就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美國一架無人機偷偷摸摸的進入了巴基斯坦的背部 沒錯 這種東西一定要偷偷摸摸的 被罵也照樣偷偷摸摸 是 而且它對著一棟建築物還有一輛汽車 就直接發射了四枚導彈 一枚不夠 四枚轟 它大概就只能載四枚 對 就全打出去了 結果後來根據媒體的報導說 有人講說炸死了四個人 有人講說炸死了六個人 但是只有一個結果是大家都統一的 就是說這個巴基斯坦的 你剛剛講到塔利本的一個領導人 叫做馬哈蘇德 在這一次的攻擊行動中 就確定上升了 所以對美國來說 這個無人機的攻擊行動算是成功的了 對 當然來講 你就是發現到 就是說無人機的 在實戰的運用上面 其實透過這一次 它的這個突襲 你可以看到包含它的情報的蒐集 還有它整個的操縱上面 包含它的指管通緝系統 都已經非常非常的熟練 那大家就會問說 為什麼美國要幹掉這個馬哈蘇德這個人呢 他其實今年 你看那個照片上面 其實他很年輕 你知道34歲而已 他在2009年的時候 他實在是30歲 就已經接了這個巴基斯坦塔利班組織 當老大了 那美國就指控他說呢 他涉及了非常多的這個爆炸案 包含在阿富汗的一個 美國的這個大使館的基地爆炸案 還有包含就是 美國紐約時代廣場上面的這個 都跟他有關 對 然後還講說 那個巴基斯坦裡面 很多爆炸都跟他有關 那當然馬哈蘇德他自己 之前曾經接受過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講說 巴基斯坦那些爆炸都不是我做的 他說不是 因為我的目標是美國人 跟他的盟友們 所以這個巴基斯坦都不是我做的 但是呢 巴基斯坦政府也把它列為 叫做頭號的通緝犯 那美國的FBI呢 甚至懸賞500萬美金 要拿他的任何 那很高價耶 所以你看美國這一次的突襲行動 等於老實講 是幫巴基斯坦 除掉他的心腹大患對不對 那叫巴基斯坦應該要感謝美國 而且這裡面還講到 阿富汗的爆炸也是他幹的嘛 但是我跟你講 事實並不是這樣 因為美國幹了這件事情之後呢 第一個跳出來抗議 就是巴基斯坦 你剛剛不是說他照理說 他應該反而要感謝美國嗎 理論上是這樣嘛 但是巴基斯坦出來講 說這是我家耶 你不能親門打火 進來就通通摸摸摸 想炸誰就炸誰 想打哪就打哪 他講說 你侵犯我的領土完整 跟我的主權 阿富汗也跳出來 阿富汗也說 美國這個做法實在太誇張了 他講說 你現在通通摸摸殺這些人 可是事實上 巴基斯坦政府正在跟馬哈蘇德 在做談判 也就是說認為說 你今天美國貿然的這種 殺人這種行為 已經破壞了我們整個和平的進程 而且巴基斯坦講得更狠 你知道巴基斯坦講說 我們要用最高層面來檢討 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所以你看美國即便是 他認為他在伸張爭議 然後除掉了巴基斯坦 所謂的頭號的通緝犯 到最後還引來 國際上面的紛爭 所以感覺好像是越來越糟 但是我們就講了 剛剛來賓就已經提到 兩個點 就是美國無人機的攻擊 好 載掉了他們認為呢 很恐怖的恐怖分子 但是巴基斯坦要跟他抗議 然後呢 連阿富汗也要抗議 而且阿富汗最擔憂的一點就是 好不容易才講說 現在打算要和談的 就會擔心 美國你現在這樣子做 是不是就會壞了 所有和平的一個大忌 當然要繼續請賴教授來分析 對 剛剛任俊已經有提到一個 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組織 那我們就會回想 好像是在阿富汗有 以前是神邪式統治嘛 我們叫做塔利班政權 那怎麼會巴基斯坦 也有塔利班呢 對 就是因為這個 在阿富汗裡面 原來神邪式就是塔利班 他們後來掌握了 控制了阿富汗的時候 在巴基斯坦的北邊 跟他們部落很相近的 跟阿富汗很相近的這些部落 本身也有這個 所謂的神邪式的組織 就是所謂的塔利班組織 大概有三十幾個部落 這三十幾個部落 他們組成了這種 我們叫做塔利班的 各種組織之後 這些領袖 就是你剛剛談到的 這個馬哈蘇德 這個馬哈蘇德 他領導的這個組織 跟巴基斯坦 本身是相互對抗的 那麼在巴基斯坦內 據說也推動了很多的恐怖攻擊 造成巴基斯坦人 大概有上千人的死亡 所以這樣美國載掉了 他怎麼樣 他這樣檯面上 其實私底下是跟說 歐巴馬總統感謝你 是這樣嗎 因為這個時候巴基斯坦 他們內部的高層 也都達成一個協議 而且也都有一致的共識 認為現在的政府 也就是巴基斯坦 現在的政府有能力 也可以代表他們 去跟這個巴基斯坦的 塔利班組織來進行和談 所以是有辦法和談的了 對 也就是說 已經在準備進行和談了 在這樣一個過程中 這個塔利班組織 巴基斯坦內部的分離組織 就是塔利班組織 竟然被美國人打死 被美國人打死的話 那這樣的情形等於是 對於塔利班組織來講 他們就認為 是你巴基斯坦泄漏機密 或者是你跟美國勾連 然後造成他們的領袖被打死 那就又要報復了 又要報復來報復去 對 所以當他們辦完商禮之後 他們馬上可能一段時間 就要選出領導人了 這個領導人 他們已經開始共同說 我們要報復 我們要在巴基斯坦 進行更大規模的報復 那還談個屁 就是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沒有錯 所以巴基斯坦非常的 政府非常生氣 因為他當時就告訴美國人說 你不可以在我家裡面 動用無人機 因為這侵犯我的 他你有講過 對 但是美國人就說 你們談你們的 你談 我打我的意思 對 你談你的 我打我的 那這樣的情形當然 巴基斯坦很生氣 阿富汗一看情況也不對 因為本來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也是對立的 如果這些核彈能夠完成的話 那阿富汗跟巴基斯坦 才有機會 緩和 然後塔利班的組織跟這兩個政府 也有緩和的可能性 可是現在所有的這些東西 被美國人一打 這個局 全部都被攪亂了 所以感覺歐巴馬好像 並沒有解決到問題 我們說歐巴馬 在第一次選上總統的時候 創下紀錄 然後全部的美國人 都把他當作是一個希望 跟一個期望 不過等到來到第二任的時候 這一年做的是 有一點灰頭土臉 就連講話也三番兩次 出現所謂失言的一個情況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當初歐巴馬 有一些失言的一些 經典例子 包括在2011年的時候 麥克風忘記關 就是在高峰會上面 跟法國的總統 那個時候應該是 薩克齊 結果他講說 納坦雅虎 就是以色列總理 真的是個騙子 結果歐巴馬 不但沒有反駁他 反而還說 哎呀 你知道 我每天都要應付他 何況你受不了他 結果搞半天 麥克風沒關 就被人家給聽到 還有在去年 2012年的時候 這個他在跟這個 是俄羅斯的高層 那個時候的總理 梅德捷維夫 在一個談話中 又是忘記關麥克風 所以又講說 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 包括 飛彈防禦 這麼重要的議題 但是他要選上才行 所以那時候又被大家 給批評了 就說你是怎麼樣 選上了 連飛彈防禦都可以讓步的意思 就是這樣 就傳出去 然後還有包括在競選 最熱的時候 9月的時候 直接說 連林書豪躺著都中槍 說羅姆尼是林書豪 說他是二連霸的熱火隊 然後呢 現在更經典的 這個時候呢 又有一本新書出來 又爆料 又說這個歐巴馬大統領 在講到無人機到處去轟炸的時候呢 他竟然講出一句話說 我還蠻擅長殺人的 這像話嗎 他是和平講得主 沒有錯 這些所有的話 都是歐巴馬說的 真的有這樣說 都被爆出來 他後來也摸摸鼻子都認 對他如果不說的話 那就無從爆料 那他自己說了 當然被爆料以後 他就非常生氣 說你們怎麼可以爆我的料 他不然要爆水的料 那因為他自己說的 好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 還有得完了 因為這本書一出來了以後 馬上就出來了 在美國時間11月5號 那麼就開始發行出版了 這個時候已經開始有人 在問歐巴馬了 歐巴馬現在拒絕回應 他的幕僚也在開始傷腦筋 在想說 怎麼來幫他回應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情 怎麼說呢 歐巴馬從上任以來到現在 他總共批准了他的情報局 就CIA 326次的用無人機的攻擊 三百多次啊 三百二十六次 一個人剛剛拿了和平獎 拿了以後呢 放在他們家的客廳的時候 同時他開始批准 你就去給我轟吧 給我轟 而且好好給我打 還可以這樣子啊 打了多少人你猜 打了多少人 一般估計最少2500人 到3500人之間 然後他還接著講這句話說 算一算我還蠻擅長殺人的 可以這樣講啊 對所以平均等於是 每一次的攻擊行動 大概死亡十個人左右 平均大概 所以他覺得很光榮 他覺得很光榮 他覺得我很擅長殺人 所以我就 我想一批 無人機就是攻擊 就算是開玩笑 他也太白目了吧 對可是問題就在於 這些人如果都是恐怖主義 那你就罷了 可是裡面有950個人 是平民百姓 還有含老弱婦孺 你牽連到無辜 對好 不只是平民百姓老弱婦孺 還打死他們自己美國人 先請大家稍後片段 廣告回來我們要換成去看 接班人的議題 而且這個接班人 應該是一個公主 長得非常的漂亮 但現在他接班的希望呢 就因為一張照片破滅了 什麼照片可以讓他 毀了他這個當家的夢呢 馬上回來 好 權力鬥爭呢 黑寒滿天飛啊 絕對不是台灣的專利而已 而是全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一定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這是舉世皆然的一個道理 現在要講的這個新聞呢 就發生在中亞的國家 烏茲別克啊 他們的這個老毒胎者呢 老總統呢 已經年事已高了 感覺是要交棒 就要準備安排接班了 沒有想到底下的人呢 就想要趁著這個機會 趕快奪權 所以呢就拿了一張照片 讓這個老總統啊 這個老淚縱橫啊 當然不是這個老總統的照片 是他的女兒的照片 這個第一千金 原本都安排好 要讓他接班了 結果一張照片 就毀了他的希望 什麼照片這麼有趣啊 這個卡莉莫夫啊 他是這個 中亞烏茲別克 75歲的獨裁者 那麼自從他當了總統 這個職務了以後呢 他就是中亞地區 非常可怕的一個 專制獨裁的總統 獨裁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以前呢 在這個古書裡面看到的 說拿一個頂 然後熱水滾燙了 把敵人給放進去 對不對 他就這樣幹 他就這樣幹 他真的是一個專制獨裁者 很兇很兇猛啊 可是呢 問題是人也會老 他今年75歲 因為最近病痛很多 可是呢 雖然即便如此 他都不願意接受那種 我病痛很多 我年紀大的那種現實 所以他沒有指定接班人 那麼他有一位女兒啊 就是古力娜娜 就是他的女兒 41歲 這是他的長女 大女兒就對了 古力娜娜呢 是他的大女兒長得又很漂亮 真的 那麼他又是一個明星 又是一個歌手 又是一個時裝設計師 等於說很Fashion 給我們的感覺 就是說好時尚對不對 沒錯啊 看起來像是這樣 骨子裡不是這個樣 怎麼呢 骨子裡是怎麼樣 因為事實上呢 這個女人 他今年41歲 41歲平心而認 長這個樣子 算是保養有方 他擁有188億的身家 他自己本身 當然是因為他爸爸 是烏之別克的獨裁者 所以貪污而來就對了 然後呢也包括電子媒體 包括電視台 電台這些頻道 都掌控他手上 然後除此之外 他在今年7月以前 還是烏之別克駐 這個等於說 瑞士的聯合國代表大使就對了 然後呢 掌控這一切還不夠 他還有一個更驚人的計畫 就是希望 他老爸如果萬一歸天了以後呢 他所培養胡植的傀儡總統上去 他當幕後的太上王武則天 他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結果這一切的一切 照理來講 他自己本身一步一步這樣子走 他認為說一定很成功 沒錯啊 沒想到半路殺出陳咬金 他們這個烏之別克的秘情局的局長 最近拿了這個古力娜娜 一大堆的半裸的裸照 拿給他爸爸看 哎呦 他爸沒看過啊 他爸爸是虔誠的回教徒 你看到這個 非常的生氣 你知道為什麼要拿這個東西給他爸爸看嗎 這樣是要幹嘛 原來秘情局的局長是拿這個裸照來作為威脅 除了告訴他爸爸說 告訴他這個獨裁者說 哎呀你女兒幹的好事啊 包括在外面貪污胡化 然後呢 收買人心培養那個傀儡政權對不對 除此之外要取你的代字之外 然後呢還進一步不檢點拍裸照 如果呢你讓他上去的話 我就把裸照公開 這叫恐嚇嘛 沒有錯 當然身為一個獨裁者 我下面的秘情局長竟然恐嚇我 他一生氣 究竟把旁邊的煙灰缸跟那個電話拿起來 就砸那個秘情局長 哎呦 非常生氣 那秘情局長出怎麼辦 先溜了 先公布一張 先溜了 先溜了 溜了以後呢他很生氣 立刻把他那個大女兒找來 來了以後呢 那大女兒很高興 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想說老爸最近身體不好 什麼啦 快了快可以接班了 結果一來了 啪 你看他很生氣的情況下打一個耳光 倒地對不對 接著就是往他女兒身上拳打腳踢 這麼狠啊 對他就是非常的生氣 為什麼呢 身為我的女兒 你還這種把柄 繞在我的秘情局長的手上 還讓人家拿這個東西來 等於說要挾我對不對 你是在吃什麼東西的 你知道嗎 把他衝打一頓以後回去 這個可憐的獨裁者 整個晚上睡不著 就一個人就在官邸那邊走來走去 聽說還放生痛哭就對了 這麼蛤 好 那現在來了 好 問題來了 既然發生這樣的事情以後 要處分啊 處分誰啊 當然是處分女兒 把她的所有的媒體 電子媒體 電視台電台的全部拔掉 這樣就沒了 全部都拔掉 聯合國的大使拔掉 順便連類似我國的什麼 連政署的署長啊 類似什麼檢查總長啊 什麼東西 全部都拔 蔡曾祖的這些所長 18個全部叫來 全部開除 然後把我們立刻抓進去關 為什麼 有這麼慘 我女兒貪污的事情 你為什麼沒跟我講 我女兒拍偶照的事情 你為什麼沒跟我講 你竟然落在這個密群局的手上 讓他可以借這個機會 竟然來反咬我一口 你看這個就是獨裁者的最後下場 所以這個是在其他國家發生的這個事情 真的是跟我們在台灣的發展 真的是不太一樣 每一個領導人都不同 但如果你講到了所謂的獨裁的政權 二戰時期的德國 我相信應該是最經典的 絕對是當之無愧 現在那個時候 在這個德國的這個納稅政權的全世界 整個歐洲 到處去侵略 侵略 侵略人家就是要幹嘛 就是要搶人家的東西 看到喜歡的什麼東西 通通都拿就變成德國的了 現在呢 就在這個最近 就德國政府就公佈了一批 哇 好多好多這個無價的這個文藝財寶 原來就一直藏在 德國的一個民宅裡面 感覺好像一個尋常百姓人家的一間小公寓裡面 不說都不知道原案裡面藏了這麼多無價的珍寶 我們先看看新聞 看來毫不起眼的公寓 竟然窩藏了價值十億美元的名畫 德國稅務部門2011年 在慕尼黑移動舊公寓 起初一千五百幅納粹時期遭掠奪的畫作 裡頭不乏畢卡索 馬蒂斯和夏卡爾等名家 在成功70年後 現在終於重見天日 公寓主人的父親 是上世紀30年代 著名的藝術經紀人古利特 專攻20世紀現代美術 當年他受委任替納粹搜刮來的畫作估價 以變賣衝作國庫之用 但古利特畢竟是專家 暗砍了不少都是大師的作品 而他兒子就靠變賣這些畫低調活了幾十年 最近才因為涉嫌逃稅被稅務部門盯上 希特勒的第三帝國認為 以猶太藝術家為主的現代派藝術敗壞社會風氣 當年遭到扣押或強逼收藏家賤賣的藝術品 數量多達兩萬件 多數都被變賣或銷毀 重建天日的少之又少 光這1500件初步價值就有10億美元 光是這一批這樣子曝光之後 現在被預謀可能是二戰以來 所發現過最大批的一些收藏 原來就藏在這一間尋常百姓人家裡面 也太會藏了吧人家 2011年的時候 德國海關在例行做檢查的時候 因為出入邊境都要被檢查 就找到了一個神色很奇怪的一個老人 當時他就查了身份證 這個老人他拿出身份證出來 上面寫說他叫做古力特 我們中文名字翻過來 然後他拿的是奧地利的身份證 但是奇怪的是他身上有一個9000塊錢的歐元 當然他並沒有超過那個上限 但是因為海關就覺得他怪裡怪氣 就問他說你身上帶這麼多錢幹嘛呢 他說我要到瑞士找那個畫廊去買畫 結果海關就覺得說你這有問題 就懷疑他怎樣 就一查他 發現他根本連報稅的紀錄都沒有 就懷疑他討漏稅 就這樣一直查 查了之後呢 2011年就一直查到他家裡面去的時候 根據報導就講說 一打開他家的公寓先 可以先看到那個牆角 堆了很多過期的罐頭 那個罐頭過期都什麼 1980年的時候的罐頭 你看到現在 放了30年以上 放了這麼久了你知道嗎 結果一看到說罐頭放那麼久 你後面有東西遮起來 一打開一看 哇 有1500幅的畫作 在那邊 1500那他家還很多品 不然怎麼疊 沒錯 結果去估算出來發現到 那裡面的畫作都是名畫你知道嗎 包含什麼B卡索的 什麼Matisse的 這些名畫總共1500幅 換算成台幣 怎麼都在家 對全部在家400億 結果大家就覺得奇怪 你家怎麼會這麼多呢 對 才發現到說他的爸爸 就是老朱 老這個古力特 他其實在二戰時期的時候 他是被納粹所重用 為什麼重用他呢 因為就像我們剛剛 這個報導裡面所講的 當時納粹會覺得說 這些畫作都是非常墮落的一個作品 所以要下令要銷毀 那這個古力特 他也很特別的是 他其實自己本身有猶太人的血統 那你知道在納粹時期的時候 對猶太人幾乎是都用屠殺的方式 但是因為他跟這些藝術家 或者是這個藝術界是有淵源的 所以反而納粹就重用他 你知道嗎 沒想到古力特他就想說 反正你就重用我嘛 那當時很多人身上有這些畫 或家裡有這些畫也不敢藏 你知道藏著就被抓到殺頭 他就交給我就好 他就低價去買 有些是A來的 鏘來的 騙來的 不管 他就通通都弄起來之後 就一千多幅 一千多幅 對 結果二戰結束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他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講說 他是知名的藝術收藏家 他就講說你當時A來的這些 買來的這些畫作去哪裡 他就講說 其實二戰的時候 有一次的大轟炸 那個大轟炸 把那些畫通通都沒了 他跟人家說沒了 對 那結果大家也就相信 因為他藏起來也沒人找到 你知道 就在2011年的時候 他兒子因為神色緊張而因此 好 現在問題就來了 第一個大家就覺得說 奇怪 這件事情是什麼時候找到 2011年的時候 德國就查獲了這一批 怎麼在今天才公布 那這兩年的時間 德國政府做了什麼事情 怎麼 莫非不只一千五百分 這個不知道 所以大家質疑說 你當時就已經發現了 怎麼現在才講 第二個大家質疑 現在問題來了 因為當時的這個老古力特 他我就講說 有些是低價買的 有些A來的 騙來的 鏘來的 不知道 但是現在這些畫作 本來都有原始永人 所以現在大家也在講說 那原始永人其實可以提出訴訟 這該我的就我的了 當然 該怎麼樣 現在就講說一個 舉證上面的困難 如果你舉不出來了 搞不好 即使說最後說 現在查到這一千五百幅 十億歐元的這個畫作 如果真的沒有人認領 搞不好到最後真的變成 是古力特 他自己可以合法擁有的 還可以這樣子 所以真的是收藏藝術品 好像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 不過我們一直要強調 戰爭真的是非常殘忍的 所以現在曝光找到了這個 一千五百幅 其實可能還有好幾萬幅 那種所謂無價的藝術珍寶 在戰爭中 我們剛剛有講到 不管是遺失了 破壞掉或者是銷毀掉 那不知道 但我們只能想說 這對於學藝術史的專家來說 特別是像邱老師 他就偏愛春宮畫這種東西 無價的春宮畫 就這樣子因為戰亂就不見了 你說他會不心痛 你會說他不哀傷嗎 那種東西是現代的科技 3D 4D 藍光 HD 沒有辦法取代 在他心目中 還是那種古味的這種是最好的 對吧 邱老師 其實在二次大戰的時候的話 那個納粹德國興起之後 其實當時的情況是這樣子的 大概在1940年左右 是讓納粹他興起一個這個運動 叫做道德運動這樣子的 那這個道德運動的話 他就是要檢查整個歐洲地區的 各個博物館 或者是他中國地區的博物館 私人受傷家 或是畫廊 你家裡那些畫 有哪些東西的話 看起來不太雅觀的 或是看起來覺得不太好的東西 就他們自己認定 他們自己認定 那覺得這個漏點的 或者是看起來這個主題 意識形態不正確的 通通檢查 檢查完以後的話 或者這些畫燒毀掉了 那這個事情是當時的 這個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但是我要想到一件事情是 其實這個希特勒當年的話 他是下令不准去碰 歐洲各大博物館的東西的 所以我們剛剛在新聞裡 看到那一些所謂的那些 被這些ㄎㄧㄤ的 這個私藏的一些畫 其實都應該是 私人受傷家屬於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希特勒本人很有趣 希特勒實際上 他曾經考過美術系沒考上 那這個後來 這個落榜也才去當獨裁者 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後來希特勒 對這個藝術 有一種特別的喜好在 所以他在征服歐洲各地的時候的話 他曾經下令說 不准去碰博物館的東西 但是下面那些什麼 什麼元帥 將軍 什麼那些禁衛軍 誰理他 誰理他 這個私人的東西的話 就開始ㄎㄧㄤ了 那這個私人博物館 大元帥的話都敢不聽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 那些失落的話 為什麼說大量出現在 慕尼黑的情況 可能的原因是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我們知道一個情況是 其實在二次戰爭的時候 藝術家的話 其實處境還算蠻悲慘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那個所謂的 道德檢查運動的情況之下 當年有個藝術家叫比卡索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那比卡索當時的話 他並沒有逃到美國去 他是一直在巴黎 那當時據說 他是被監禁起來的 被軟禁起來 而當時的情況是 那一些這個德國 那一些的這些什麼 那些軍官們 三不五時就是拜訪比卡索 那跟他聊聊天啊 看看他要在幹什麼 東西之類的 那這個明的去拜訪 實則是勒索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呢 比卡索當時話很多話 都是為了給那些軍官 給他們打點之用的 那這個是活著的藝術家 但是喔 當時那一些手 已經死掉藝術家的話 就情況就不太一樣了 為什麼呢 因為在那個道德檢查 運動的情況之下 有一個人的話 就會大量被燒掉 像這個人的話 我把書帶來 真的 這個人的話 這個名字叫克里姆 那他的長相的話 其實很好認的 這個人是一個 在奧地利威爾納 非常非常著名的畫家 但是他在二次大戰之前 就過世了 而他的畫大量的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被那些納粹黨徒燒毀 那我們那張畫 給大家看一下 那燒毀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被認定為色情 在下面這個名畫 就是你最愛的嗎 就是 我站近一點看才看到 站近一點看才看到 你看 貼一張東西起來 那為什麼我這樣做呢 其實剛剛就像你之前問的一樣 我的書很奇怪 是每張都得貼 每張都要貼啊 每張都要貼 那這張畫的話 其實乍看起來 題目可能不怎麼樣 但是你看他是黑白的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當年被燒掉以後的話 僅存黑白照片而已 說到克里姆這位藝術家的話 為什麼被納粹德國認定 叫做所謂的情色畫家 或情色藝術家 其實跟這個藝術家 他的生平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知道這個畫家的話 他基本上也不跟外面有聯絡 那他每天都躲在自己畫室裡面 幹嘛呢 就畫他的畫這樣子的 那我們知道 他的畫室裡面到處都是模特兒 這個模特兒的話 告訴各位觀眾 都沒有一個人有穿衣服的 他在這種畫室裡 所以他每天就在畫他們 每天的話 每天他們混在一起 未必有畫他們 那也請這些模特兒們做一些動作 來滿足 這一些這個克里姆的這個素描 那這個沒辦法 這個必須要摺住這樣子的 因為這個人的話 大部分都是 還有下一頁 還有下一頁 又得遮住這樣子的 又遮了 那他的那個看了 看了那個都是現場的 跟我們現在看那個3D版不太一樣 那都是看現場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克里姆這個畫家的話 他在畫室裡面 就跟那些模特兒 就是胡搞瞎搞都對了 那也因為這個樣子 他畫了大量大量的那些春宮畫 那這個人的話 其實據說 在當時的這個藝術史的記者來講說 去他畫室裡面 拜訪的那一些人 都被他嚇呆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畫商們 或者那些什麼買家們 今天畫室裡本來跟他買畫的 就看克里姆一個人在裡面 坐在那個椅子上面 跟你聊天這樣子的 那畫室裡面隨時都有數十個裸女 晃來晃去的 那一邊跟你聊天的過程當中 那順手就拉一個女人過來 坐在自己的這一個大腿上面 他一邊撫摸這個女人 就像摸一隻小貓一樣 一邊跟客人聊天這樣子的 這好像你在現場是 我希望我在現場 真的啊 有這麼high 為什麼這個畫面的話 你可以想像說那個 其實多麼的香艷刺激 而且這個畫家的話 他也從來不避諱 他內心的想法 所以他很多作品裡面 都充滿那些情色的特質 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那是德國 後來大量燒毀他 但是我講到這個地方 可能各位觀眾認為說 這個人基本上是畫人 對不對 他是個色情狂 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觀眾 我去年 他是你的偶像 他是我的偶像 事實上是所有的畫家 心目中的偶像 真的啊 為什麼呢 因為這位畫家 他是奧地利人 他是維也納人 去年我才特別去維也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去年維也納 為這位畫家 辦一個叫做克里姆年 克里姆年 整年的這個奧地利 都在慶祝克里姆 誕生150週年 他們有點像是 我們在慶祝那個什麼 國慶日這個樣子 而且呢 去年奧地利駐台辦事處 而且還在台灣 還辦過一次克里姆展 就是為了推廣克里姆的作品 而且克里姆這位畫家 還是我們當代藝術家當中 畫價最高的一個 他是成交價最高的一個 他說都是這種畫 然後還成交價最高 對 他這種畫就奇怪了 畫成交價很高這樣子的 他一張畫 現在大概可以賣40億台幣左右 40億台幣 當年納粹燒掉了他幾張畫 知道嗎 我告訴各位 據估計最少有32張以上 集中一起燒掉 所以30乘以40億台幣的話 1200億就這樣沒有了 所以都害你也沒得看了 更傷對不對 對啊 就是看後來 我們也看不到更多更多 人家要貼馬賽克的作品 所以你看到說 如果這麼喜歡這樣一件珍寶 就這樣被破壞掉 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的沮喪 非常的失魂落魄 那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就只好借酒交愁呢 不過這個酒真的不能喝太多 如果你喝太多的話 就會像電影《最後大丈夫》裡面 出現很多烏龍 或者是不講理的事情 真實版的事件 就發生在法國的波爾多 我們先來看看 到底電影裡面 最經典的一個橋段 等一下再來對比一下 限時版是什麼樣子 先看看影片 對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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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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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裡面是搞笑 喝醉的人把拳王泰森的老虎給ㄎㄧㄤ走了 在真實的世界裡面 就他們走到馬戲團的時候 一看 突然間看到一個鐵籠子裡面 關了一隻洛馬 就這五個人 就這樣子 就圍著這個洛馬 他就把他們給放出來 就像這個樣子 還搬了 你知道嗎 這跟電影一模一樣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因為其中有一個人 看著洛馬那個 深邃有沒有 這大眼睛跟他 在扎的時候 他就覺得 洛馬好可憐 然後呢 他覺得要解放這個被囚禁洛馬 所以這五個人有沒有 就像我們電影演的一樣 就把他給牽出來 就真的牽一隻洛馬 就一路牽著 牽著路上走 本來是想要散步 他就想想說 他實在太可憐了 如果把他這樣子 放在街頭 流落街頭的話 他還很好心 命運喘測啊 乾脆就把他帶回家好了 那要怎麼樣做呢 然後呢 他們這五個人就把他帶到了火車站 因為那個時候才 天還沒有 才剛亮 第一班火車還沒有來 他就把車子無人的時候 帶到月台去 然後就等了火車 等車啊 等車 就車子就咚咚咚咚就來了之後呢 他就把洛馬就牽上了那個 車廂裡面去了 你知道嗎 本來照理講 這個時候如果他們成功的話 有沒有 就什麼之鬼不決 就家裡面多了一隻洛馬 對 這有道理啊 多了一個洛馬而已 但是呢 好死不死照裡面那個列車長 要來巡視車廂 就看到一匹馬 就看到一隻洛馬有沒有 撒巴拉雞的 真的大眼睛看到他這樣子 結果這五個人看 列車長來之後 趕快就落跑 然後這個事情才 接穿 所以警方有沒有 然後就調閱這個機 整個監視影片的時候 就看到了 我們現在看到這些東西 就剛剛那個整個過程 還抱著一匹洛馬 我跟你講你看洛馬這個樣子 有沒有 任誰看的都覺得 我見油簾有沒有 都想把他牽回家 連我都想把他牽回家 所以大家喝醉酒 是不是說還是不要 因為真的喝酒勿視的例子太多了 對不對 我真的要呼籲這個 各位兄弟姐妹們 各位朋友 喝酒真的勿視 像我們過去的時候 我曾經看過幾個很好笑的情況 不是你吧 不會剛好是你吧 有一個藝人 有一個主持人 也有藝人 他每次喝到大概差不多有 到了八成芒的時候 就會這樣 我們大家很怕坐到旁邊 你坐到左右邊的時候 他跟你過來 我要錢 你要錢 我們要什麼錢 你已經是主持人 還要錢啊 給我錢 我說什麼錢 不管 你要不要給我錢 你就給他錢 而且他很好笑 你給他一千塊 他們丟回來 你給他五百塊 他就要一百塊 他只要一百塊 所以呢 這是什麼怪癖啊 所以我們每次跟他喝酒的時候 大家就要開始把那一千塊 全部換成一百塊 這樣才可以給啊 而且他記得你到底 到底有換了多少錢 你知道嗎 因為最後的時候 他把那些錢 全部弄斷在那邊的時候 他就把你抱在那衣服裡面 全抱著 他就回家了 一回家了 隔天早上一起來的時候 他開始打電話給你 欸 孝晨啊 我昨天跟你要了多少錢 哎呦 他還是會還回來 哎呦 還會還啊 對 這是一個男主持人 那還有以前有一個那個 很知名的一個歌手 一個女歌手 哦 他喝醉了的時候也很好笑 怎麼了 為什麼很好笑呢 他大概只要兩瓶啤酒就掛了 兩瓶啤酒之後 他開始覺得他全身很火熱 然後開始外套脫完 脫完之後 脫到剩下大概 你只剩下肚臍以上是空的這樣 肚臍以上是空的 就上空嘛 你也不叫人家穿回去 那沒辦法穿啊 人家穿他會打你 真的啊 對 他不能穿了 他會扁你啊 然後他這個樣子完之後 他要跟你玩親親 哎呦 然後你就給他親了 沒辦法 你也不親他還照樣打你 還又打你啊 所以就沒有辦法 就只好就讓他親 而且最好笑的一次是 在那個PUB裡面 不是那個什麼 我們KTV包廂 PUB裡面 20多個客人 南客在裡面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這些小姐姐 一下就拖了個上光之後 一個個抱著親一遍 完了之後 你下次什麼時候跟他喝啊 這個電話 跟我們 那麼久啊 對了 我跟你講如果下次再喝了 我就先找奈交出去 真的啊 他比較喜歡這一位 一起去一下 那我相信同樣的例子 我想 瑞德哥應該也不會少吧 武松當年如果沒有喝醉 怎麼會打死老虎啊 真的啊 也是喝醉了 才敢打老虎嘛 那像呢 這種喝醉的 我在二十幾年前跑 社會新聞的時候 有個刑警員 阿龍呢 很有意思 他只要一喝酒的話呢 喝了醉了 喝到七八成的以後 他就把他的勞力士表 拿起來送給人家 看到漂亮的小姐姐 送給人家 這麼嗨啊 所以我跟他出去喝酒 你們下次什麼時候喝啊 我跟他出去喝酒 就負責一件事 就負責把他的勞力士 給收回來 那隔天還會問我說 我的表呢 表在我這裡啦 你的表 剛剛講到那個 確實很奇怪 台灣有一些那個女明星 女主持人很奇怪 她有這個嗜好 那剛剛校長講的那個 是公開的場所 對不對 我倒遇過一次 我遇過一次是在那個 KTV的那個大的包廂 因為現在有的 KTV會很大嘛 那有時候認識認識 去外面上廁所 還怎麼樣 看到就拉來這個 不同的包廂 大家就喝酒 敬酒唱歌 他那個女明星長得很漂亮 身材很正點 然後呢 他喝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很高興 特別高興喝茫了 他那個跳到 我們那個KTV前面 不是會有一個桌子嗎 他跳到桌子上 就跟校長講的一樣 就突然間可能 太太熱了 他就突然間 把他衣服上空這樣 把他弄掉 然後就在上面跳舞 你知道嗎 你們下次什麼時候唱啊 怎麼都不跟我們講 大家都知道 我個性比較忠厚老實 真的啊 我也是啊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知道嗎 那突然間跳一跳跳一跳 他會突然間看著 那個台下的人 就突然間從那個 桌子上跳下來 就像二虎撲一樣 對 那我跟他們不一樣 我是柳夏惠的 真的啊 我做完不亂 我還沒講完啦 我說我是柳夏惠 做完不亂的 我做還是讓他做 但是我不亂啊 你知道嗎 對不對 像這種場合 就是很尷尬 因為一喝酒 他很嗨對不對 那另外一種人剛好相反 我有一次在一個過年前 我還記得 永遠記得那一天 是夕陽情人節 2月14號 那一天剛好呢 就有一個很大的聚會 然後有一個 現在還很知名的一個 廣播電台的女主持人 然後那一天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第一次跟她喝酒 然後她喝酒的時候 每個人跟她敬酒 那個一口杯的純酒 她都乾杯 那我想說 她的酒量很好啊 左一圈 右一圈這樣子 那酒量真的很好啊 半個小時以後 她還在跟我們乾杯 半個小時後突然間 砰 就倒了 就倒了 問題來了 我們不知道她住在哪裡啊 你知道吧 沒有人知道她住哪裡 現場也沒有人知道 她住在哪裡 或者幹嘛 晚上因為是情人節 因為我們很晚了 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後來想到一個辦法說 那我們把她帶去開房間 不是 帶到那個 這是社會新聞嗎 汽車旅館 汽車旅館還是那種 五星級的套房 我知道了 原來就是你們 請個女孩子保護她嘛 對不對 就你知道嗎 我剛跟你講 2月14號情人節 你們這些夭壽的情人 大家都跑去開房間 你知道嗎 我們找了五間飯店跟汽車旅館 全部客滿 都滿啦 外面還一大堆都在等 我們等不到房間 所以你把它丟在櫃檯 那怎麼辦呢 你也不能帶回家 要帶回家等一下太太 不行 那你就麻煩了 那怎麼辦 都沒有任何一個人家可以 好 社會新聞只有這個好處 後來就當地的派出所的主管 到派出所來 才開了派出所 派出所主管就讓出 主管裡面有個寢室嘛 就讓他在裡面睡覺 因為他已經完全都不省人事了 那出來的時候 我們還要扛你知道嗎 還有兩三個在一起扛 扛他到派出所那邊 然後呢 整個晚上沒睡覺 幾個就輪流在外面泡茶 跟警察泡茶這樣子 這樣聊天啊 因為你把他放在那個地方 也怕他 萬一警察怎麼樣 對不對 那你直接打給孝晨哥就好啦 所以他一定有空啊 所以他一定有空啊 我就帶大教授一起去 就這樣度過我們艱辛的一個晚上 所以喝酒千萬不要喝到醉 尤其是女孩子 真的 這真的是一而再再而散地提醒大家 喝酒適量就好啊 稍後帶片刻回來 我們要告訴大家歷史故事 你知道英國曾經發生過光榮革命 但是你知道它的由來為何 而且呢它有造成多大的影響嗎 待會邱老師會告訴大家 好光榮革命雖然說不用流血就搞定了 但其實英國王室呢 跟所謂宗教的一些紛爭啊 一些鬥爭啊 又怎麼會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呢 所以如果呢 從剛剛的這個歷史上 今天往前推算它的由來的話 那不要說流血 流的可多的咧邱老師 在西元1644年那一年 事實上世界上發生幾件大事 在1644年3月份的時候 李自成這個人各位知道吧 他當時正在攻北京 而當時那個崇禎皇帝 後來被逼到自殺 同一年1644年7月份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做克倫威爾這個人 他帶領了一個軍隊 對抗了查理一世的部隊 然後雙方對決 所謂的英國的議會取得的權力 是從這個西元1644年7月份之後 才開始的 那後來呢 事實上一直都是所謂的 這個英國國王就是退位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查理一世 被這個所謂的克倫威爾 給趕下台之後的話 這一個查理一世 就被克倫威爾 給推上斷頭台了 把國王給砍啊 國王給砍了 那同時的話 我們這位這個 我們明代的崇禎皇帝 也是一樣善掉了 也是一樣善掉了 所以東西方的國王 大概都沒什麼好下場 這樣子的 在西元1644年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的話 英國的這個議會 就取得這樣子 某種的政策上的權力 其實這個光榮革命 誕生之前的話 其實清教徒的那件事情 清教徒掌權 但是未必可以獲得 當時英國民眾的信任 那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清教徒掌權 那段時候 那個時候 事實上推薦一些政策 後來被稱為 清教徒的專制 或清教徒的 那個所謂的暴政之類的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清教徒 什麼叫清教徒呢 他們認為說 你一定要這個什麼 這個虔誠信奉上帝 你不可以做那些不好的事情 據說當時的小偷 一旦被打到的話 幹嘛知道嗎 在耳朵上面 烙印個R 就那個烙印的 烙印個R這個字 第二次打到的話 殺頭 那如果說你 你無所事在家裡 三天的話 怎麼樣知道嗎 也不行啊 在手臂上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烙印個V字 放個價三天都不行 這個三天價不行喔 而且檢舉你的人的話 他可以獲得你在家裡面 當然你的福利 這樣